請假出席國民黨中常會 侯友宜先當最強母雞 離開前也要展現共主姿態 和中常委握手之意 碰到呂學章 還比個OK 和打電話的手勢 展現好交情 轉過頭遇到挺郭派 沈智慧輕輕一握帶過 整合這題很棘手 侯友宜跑去和前台大校長 管忠敏見面 想借助他在正藍軍中的超人氣 但效果難料 23號晚間侯友宜PO出合照 還蹭了一下管忠敏新書書名 寫教育和經濟 是撐起台灣的脊梁 被解讀是要徵詢副手嗎 但管忠敏凌晨搶先發文 說沒有意願參與任何選舉 更亦有所指 總以小人之心 賭君子之父的望人 可以停止了 完全不給侯管配聯想空間 也沒有任何推薦侯友宜的字眼 知識藍的票 第二 年輕的選票 那管忠敏當然很不高興 當然直接用句號 沒有獲得自己應該拿到的 反而被人家看破手腳 早在去年底 侯陣營佈局總統選舉 曾鎖定30歲以下 年輕人調查 大部分人認為賴清德形象 很像政治人物 對侯友宜的認知是像是路人 詢問關於逮捕 陳靜欣的往事 年輕人毫無概念 知道他之前是警察 大豆的親戚 覺得他不要出來選比較好 民調是第二名 就代表什麼都還有缺 我們不用自己騙自己 連新北在地立委都不客氣 認為因反手為攻 畢竟第二名想衝到冠軍 無法光靠被封的 HoHo GPT